18 大家看到这个英文 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 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思考 5 4 3 2 1 没错 就是18 在台湾 满18岁的孩子就能成功解锁许多新的人生技能 例如 投票 考驾照 以及正大国民的点击 我已满18岁 爽啊 就算你没满 还不是点左边 没错 满18岁之后 在这个社会 就可以无所畏惧的色色 18岁就是一个分水岭 可以让一个清纯可爱的孩子 一夜之间变成色色大魔王 过12点 我就满18岁了耶 满18岁之后 我有好多计望想要完成 而今天就要跟各位分享 我在满18岁时 直接让我人生触碰到新世界的时间 18岁 no 生日 但满18岁前一天 我跟高中好友雅婷 跟一些朋友 约好一住位于基睿同学雁明家 怕有些人不知道基睿是什么地方 基睿位于南头县 一山傍水 主要景点有绿色隧道 跟基睿火车站 没错 是南头基小说 可以到达火车的地方 妈妈 这就是火车吗 这就是 课本上写的火车吗 我终于看到了 没这么夸张好吗 当天我们一起在基睿玩了一整天之后 就一起入住雁明他家 诶 晚上要吃什么 你们要出去吃的话就快点哦 因为基睿晚上就变空城了 哪有这么夸张啊 这是观光圣地耶 早上来一堆摊贩呢 马达这什么都买了 下个半年呢 哼 笑 结果最后随便找了一张面坛吃 诶 过12点之后你就满18了耶 对啊 那刚刚想要怎么庆祝耶 不用啦 去唱个歌就 不如 来让你灯朵廊如何 是 什么意思 18岁了 人生可以解锁更多事情了啊 所以 所以 我们 我 我们 我们去买A曼 傻小了 没满18就去买过乳桃了好吗 不 乳桃不是A曼 他是受诅咒的冤灵载体 这倒是真的 而且已经满18岁了 可以正当光明的拿去柜台结账 不用跟在义旁人的眼光了 拿上次那边不管几岁都要在义好吗 哼 上次我们已经学到教训了 在踏入一个新的领域之前 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不要想着一步登天 小黄叔也是一样 不要把这种比喻用在小黄叔身上 所以这次我们是买小青青的 之后再慢慢进步 最后再追求极限 你要不要听一下你到底在讲什么 就这样决定 我们等等就去附近书局买 呃 附近书局应该都关了哦 但是我知道有个杂货店可以买小黄叔 哦耶 等等 你怎么知道 don't ask 老司机 于是我们就到了 传说中有卖小黄叔的杂货店 这不就是很一般的干载店吗 哪里有卖小黄叔啊 哦 就在旁边 超级显眼的 只要我们在这边翻开小黄叔 不就超级明显的吗 不要怕 一个人看或许很尴尬 但是一群人看 就只是正常的购物行为而已 你到底在讲什么哦 那就来看有什么吧 诶 老猪 怎样 你看 这个场面翻白耶 他不是Aman吧 不是啊 我记得作者是河下水溪 他的作者是河上水溪 傻小啦 红人Aman 不要这本啦 选其他的 可是小青星的看起来都差不多耶 很无聊耶 怎么会这样 啊 都是因为之前的乳涛 害我们整个生意都怪怪的了 我们的身体 不知不觉间 已经无法接受小青星了 哦不 只有你 好吧 不然我们闭着眼睛随便跳一本好了啦 这不是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这本 野球天堂 这本看起来超级不像Aman的啊 感觉像是很普通的棒球漫画 哼 我看 你是不懂野球哦 有个游戏就叫做野球拳 输了就要拖一件 然后等到最后就会变成 X 跟X 修罗巢 两个东西完全不同好吗 可是封面都是男的耶 这真的不是一般的棒球漫画 那就是多男跟一女一起XX的剧情 好了 然后最后大家躺在一起XX 然后XX 闭嘴 去结账 因为封面很清新 所以其他过程也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带着野球天堂走回去 那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回夜明家的路上已经是近乎全黑 你干 这条路也太恐怖了吧 为什么没有路灯啊 因为平常也不会有人在外面晃到这么晚啊 而且这条路 听说发生过车祸死人 晚上经过这里 有人还听到过不明的哀嚎声 叫计程车 蛤 快走到了 叫计程车 结果我们以短跑的步伐走回燕明之家 啊等等哦 我去关一下大门跟拿个信 你们在这里等我 马上去帮我们开门 于是我们回到燕明家中 那我先去刷牙哦 诶 刚刚买的牙刷勒 诶 雅婷 燕明 你们看到我刚刚买的牙刷吗 没啊 啊 好像刚刚等燕明关门的时候 我忘记拿了 诶 你真的很健忘耶 啊 野球天堂你放在里面忘记拿 快点就拿回来 什么鬼了 一天不摔还不会怎么样 但是野球天堂一定要拿回来 什么逻辑 不是啦 那是我们送给你18岁生日礼物啊 不然真的十二点一到 就没东西可以送了耶 真心话呢 等等十二点老人就要拆开燕火 你是被附身你 那 谁可以陪我去拿 不要 不要 拜托啦 外面真的很黑很可怕耶 而且还要先下楼经过全院的客厅跟厨房 燕明你陪我去啦 都是你刚刚讲什么鬼故事号 不如这样 我们来PK大富翁 输的人就去拿 为什么 因为我是寿星 还没好吗 现在是啦 哪个 那就来完吧 谁最先破产 谁就去拿 好 来吧 一小时候 我们要去拿 你也太衰了吧 没看过这么衰的人耶 衰神穷神全部都被吸取那边耶 圆明一百元 拜托你去拿啦 傻小啦 好啦 不然我们全部一起下去 这样就不会怕了啦 好 那是再玩心酸了你 于是我们集体下楼 穿越超黑的客厅跟厨房 再走出去外面拿牙霜跟野球天果 忍住 尖叫壮胆罚 直至今日 我们依旧不解 为何燕明不帮我们开客厅跟厨房的灯 趴到忘记了啦 18岁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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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一下生日礼物吧 超级敷衍的 好啦 我先待会看一下喔 诶 诶 诶 怎么样 是 是 旭芳先生 跟雨野先生接吻啦 什么 旭芳先生跟雨野先生接吻啦 什么啦 我看看 那什么旭芳先生跟雨野先生啊 蛤 那雨野先生 那雨野先生接吻啦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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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那我把它看完吧 几分钟后 你看完了吗 如何 拜托旭芳先生跟雨野先生快去结婚 傻小 你竟然看得这么入迷喔 那我看一下 几分钟后 怎么样 旭芳先生请叫给我 公傻小 就在18岁的这个夜晚 我们的人生开启了新的宇宙 后来这本书又流传到我们班上 班上瞬间弥漫着满满的粉红色气泡 还有人学起漫画里面的台词 你好教华既自由又有才能 还很强 旭芳先生 这话听起来 像是在说我很帅耶 看哪里是很想被我 才没有这段好吗 到后来书柜上莫名其妙出现了 该作者的全套书籍 整个班上儼然成为了BL的传播地 而野球天堂 也成为了我满18岁最奇幻的生日礼物 身体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 壞掉了 大家满18岁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请不要回答睡觉 欢迎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次见 不如 来让你登大栏如何 啊 什 什么意思 18岁了 人生可以接受更多事情了呀 所以 我们 我 我们 我们去买A麦 少小了 没本18就是买过乳桃了好吗 不 乳桃不是A麦 它是受诅咒的怨灵载体 去换一本 想要小老公都拆了啦 他们跳过 的环境是想怎样啦 是这个原因吗 我想要看雨也先生用力的把放进里面啊 好了 闭嘴 好吧 那我把它看完吧 我跟高中好友雅婷跟一些朋友约好去住对于极极的同 我跟高中好友雅婷跟一些朋友约好去住对于极极的同 同学晏明家住 撒小断屈 撒小断屈